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會難受是因為你在意 情感細膩的人有時候活得比較辛苦 信任對方才能建立真正的安全感 不知道剛剛這三張圖有沒有說中你最近的心情 說中我最近的心情 剛剛的心情 大家好 我是米斯特 我是一位網路圖文創作者 有人問說米斯特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那時候在創造米斯特的時候 是一個能說出大家心中OS的一個先生 我那時候的初想是這樣 但我後來最近我又發現它好像又有一個新的意義 叫喚醒你的內在記憶 那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社群經營就像人生 它不會一次走到位 所以今天會有一些社群經營的分享 也會有一些我人生轉折的一個分享 2014年 我那個時候在 我那時候 我是個上班族 我在網路上偶然看到了 Duncan跟馬來摩在網路上他們的插畫被別人分享 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很興奮 我就覺得說原來這件事情也可以成為一個工作 而且它的成本沒有很高 所以那個時候當下我就決定說好 那我就來創立一個粉絲團 然後我需要一個角色 所以那個角色就長成了 這個樣子 好 那我想說奇怪 你好像沒有很會畫 但沒有關係 因為我踏出了那一步 我選擇開始我的這個社群經營之旅 我先不管它到底最後我會走到哪裡 而且我本身是一個就是 不是能夠堅持太久的人 就是常常會就是 我只要說畫一出口 我可能三天就破功了 前面一二天非常的努力 然後第三天就 好累喔 不畫 所以其實那時候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對我自己也是畫一個問號 但後來我就想沒關係 反正沒有人逼我 所以我就開始了這趟旅程 那在經營了三個月之後 有八百個人追蹤我 那我那時候有一點點小成就 好 但是 那天 某一天我在網路上 看到一個插畫家 專門給插畫家 粉絲經營的那個交流課程 我看到的時候我就想說 好 我既然我有八百個粉絲 我應該可以去參加吧 就很自以為是這樣 但後來我就去了 我也勇敢的去 那我也認識了很多 就是也一起踏入這個領域的朋友們 跟前輩們 然後在那個課程當中 後來我也學到怎麼樣去 真正的去畫出 讓人看得懂的圖文 而不是像剛剛這個 這個 這張 對 所以這是我那一天上網課之後 第一個畫的圖文 對我來說是滿有紀念意義的 雖然 我現在覺得可能還好 那他最後 對 我就覺得真的還好這樣 對 一通電話就充滿了能量 好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這個人 哈威 他是一個非常 紅非常快 然後又消失非常快的一個大神 大概可能一兩天而已 好 我其實經營了一年多之後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我嘗試了很多不同的風格 但是我後來遇到了一些創作的瓶頸 我發現我好像會被那些成效 那些我可能發錯的東西沒有人看 我會擔心 我會害怕 我那時候甚至覺得說 我是不是不適合做這件事情 但我後來還是想說 OK 那就繼續堅持好了 所以我偶然在2015年的時候 看到就是這篇報導 就是這個大神 那個時候新聞記者就訪問他說 請問哈密瓜有什麼味 你們 哈味是一個什麼樣的名詞 真的是被他創造出來非常的有趣 所以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好 我可能可以再踏出這一步 因為我平常發的文可能都沒有辦法打中人心 我想說 欸 大神的這個哈味的發言 應該可以打中不少的人心這樣 會引起一些共鳴吧 所以後來我就發了這張文 哈密瓜要什麼味 哈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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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個當下就引發了就是 蠻多網友按讚 就那個時候大概有6000多 那其實對於我個人那時候的創作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就是從來沒有這麼多 因為平常都是兩三百兩三百這樣 然後也沒什麼人在回這樣 那這個貼文居然可以到6000多人按讚 然後55個分享 當下我就覺得 這應該是我經營社群的高峰了吧 好 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就可以這樣收山了呢 但我想說 那我就再來try一下好了 所以我隔天 因為那陣子的天氣很異常 那一年就是連續三天 都 我都穿不同的服裝出門 所以我就決定畫天氣的圖文 這樣 星期二是夏天 星期三呢 起床就變成秋天了 星期四就變冬天 所以原來一天 一年三季可以在三天完美的呈現 所以那時候我就發了這一篇文 那可能也剛好又打中了很多的網友 這一次更高了 有1.7萬個人按讚 然後有2500多個人分享 那這對我來說 那感覺像什麼 就是像眾樂透一樣的感覺 我不知道可能經營一年多之後 沒有人理的時候 你突然一下有1.7萬人按讚 是一種 那感覺是很奇妙的這樣 所以那也因著這兩篇的貼文 讓我持續覺得 OK 我可以再嘗試 我可以再繼續努力 這個社群經營的工作 很多人問我 創作的靈感怎麼來 好 我有三個重點可以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養成隨時筆記的習慣 你知道靈感的時候 很快 它會飄過來 但是你沒有把它記錄下來的時候 你待會就忘了 就像我可能剛坐在下面 我非常緊張 所以我可能冒出很多OS 然後很多的話 但如果沒有把它記下來 我就會忘記 所以你需要一個筆記本 幫助你去隨時把靈感記下來 那我是有一個線上筆記本 那怎麼記呢 你可以記關鍵字 就是我好帥之類的 好 可能就記這樣 那之後我可能會在晚上的時候 或者是有空的時候 我再去想說 我好帥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那時候想到了什麼 好 那第二點呢 就是觀察跟反思 觀察的部分是 我其實會觀察周遭 就是平常日常生活 就是遇到的人事物 就是可能某些人 我去摩托漢堡的時候 我可能旁邊有兩個女生 她們在聊天 她們就在聊她們情感上的問題 這個時候我可能耳朵就會放大 我就會很自然的放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很專心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好 我就會放大 我就不小心聽到她們的對話 或者是我在捷運上的時候 我會觀察大家在幹嘛 所以這個是觀察的部分 再來是反思的部分 反思的部分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每天結束的一天 我都會回想說 我今天遇到的人事物 到底什麼人有沒有給我什麼樣的靈感 或者他有沒有說了一個很勵志的話 或者是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是讓我可以分享在網路上 第三點是我個人的獨家秘方 就是跟老婆吵架完之後的心得感想 好 那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大家有吵架過嗎 有 好 沒關係 吵架 吵架後其實會不想要跟對方講話 所以當下我就不想講話的時候 我就會找一個地方寫所有的心情 然後這個時候因為冷靜下來 所以我那個心情 心得就非常的多 然後也非常的豐富 所以也讓我體悟到一件事情就是 每一篇的經典語錄 其實網路上每一篇的經典語錄 都是血淋淋的日常體悟所換來的 為什麼說血淋淋 因為其實當下你是非常痛 然後也非常深刻 也非常氣憤 你會有很多的情緒 那這些情緒不是不好 你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那就會成為你一個日常體悟 你可以去回想 可以去看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怎麼定位自己 其實我剛講到的就是 我之前有嘗試過很多 在社群經營的部分 我後來有嘗試過很多不同的方向的貼文 那像是心靈療癒 愛情 兩性 諧音或梗圖 時事圖等 但是我還是需要去找到一個 就是怎麼樣 別人怎麼樣看 怎麼樣看我 我怎麼樣定位自己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的方法是 第一個就是我只說一件事情 就是當別人進來 看我的社群經營的時候 他只需要知道你是誰 那你是做什麼的 第二點是做自己擅長的風格 畫自己喜歡的圖 如果你是喜歡畫畫的人 那你就做你擅長的事情 做你喜歡的事情 因為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別人也會認同你 一定有 有一群人是會認同你的 第三點就是突顯自己做到差異化 那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在就像工作的時候 就像學生的時候 其實你都需要去 會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在競賽 但是在這個競賽的過程當中 我怎麼樣去讓別人能夠記住我 我的特點是什麼 所以那我怎麼說呢 我的部分是 說兩性之間的事 後來其實我自己在回想的時候 我好像比較擅長 就是講兩性之間的內容 因為我自己在發想的時候 其實是這個部分是比較容易的 第二個是畫圖的話就是黑白的線條 那就像我剛剛一開始 第一張圖 那個黑白的線條 我後來就沿用那個角色 就繼續的創作 然後繽紛色彩的衣服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很容易膩的人 所以其實我可能發完這篇圖文 我可能看了大概一分鐘 我就會想要畫新的東西 這部分有點像是一種自我滿足的感覺 然後再來加上一點穿搭 所以這樣子我的人物的特色就出來了 最後第三點是視角 我是原本就是一個爆炸童男子 所以我那時候是還不是人夫 但後來因為結婚的關係 所以我增加了更多關於我自己的個人特質 所以用人夫的視角 再加上可能是我老婆的一個形象 然後是一個夫妻的日常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社群經營的過程當中 會隨著你的人生不同而改變 那這個部分是這也是我結婚之後才有了一個綽號 但我後來發現其實我就是很喜歡炫妻 炫妻某人的日常可能會讓人家大家 就是我可能炫妻到就是讓大家都覺得很受不了那種感覺 那怎麼來的呢 那其實就是有一天也是正常的發文 對 然後發完文之後呢 有人就在底下留言 那就有很多人留言說老婆好有智慧喔 然後後來就第二個留言就有人 Hashtag說Hashtag炫妻某人的日常 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這個可能就很符合我現在的現況 所以後來我也決定說 那或許這就是我社群經營的最後一塊拼圖 所以我就把它拼了上去 所以其實社群經營跟你的人生是息息相關的 那最後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圖文創作對我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它其實比較像是一個自我感受的探索 有時候你挖得越深 越能觸動人心 那其實我想要因為大家看了我的圖文之後呢 生活有一些改變 有一些被同理 那我也想要鼓勵現場的年輕人 其實你們擁有很大的武器是你們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你不要讓你的想法放在你的腦子裡 要勇敢的去做 去行 那我個人的體悟就是做到現在 能幫助我的我覺得大概是我的信仰 所以我大概送大家一句話 時間會證明你堅持過的痕跡 有些時候某些路根本看不到盡頭 但你就是願意一直走 然後這個圖文是就是我從2014年開始 到2019年的這個人物角色的一個進化史 我是Mr.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